T34教练机失联 那么在刚刚下午的2点11分 已经寻获到了这样的这个资深教官饶剑宝的遗体 情况如何我们立刻连线请许穷文来告诉我们 穷文 在2点11分左右 也找到教官的大体 教官的大体在附近啊 这个这个分别的发现 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两位飞行员的遗体都已经找到了 现在在县地在做复理 然后由工军的S拐东西 他们会运到工军干山医院 后续 好您听到的就是不幸的最新消息 那么两具这个飞观的遗体都已经找到了 那么在2点11分找到了资深教官饶剑宝 但很可惜的是他和陈泽宇一样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这是我们来自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消息